欢迎大家参加融合电子教学奖的得奖作品分享会 我是知识共享协会的同事Rachel 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什么叫融合电子教学奖 其实是融合教育电子学习协会Alvy举办的 Alvy自力推动教育电子学习 鼓励学界运用电子教材照顾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 同时也希望向大家推广电子教育平台Rainbow One和Rainbow Star 今次比赛成邀各位教师和准教师参加 藉着比赛期间和比赛之后的分享 希望各位都可以交流到运用电子教材的心得和策略 亦都透过平台共享资源和共创教材 今次比赛的评审准则有三部分 第一个就是创新教学法和评估佔50% 第二部分就是照顾不同的学习需要佔30% 第三部分就是电子书的互动和设计佔20% 我们也很有厉害的陪审团 包括特殊教育及辅导学系教授 及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总监 闲拳峰教授 亦都有香港电脑教育学会主席 以及香港真宫书院朱家天副校长 亦都包括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语辅导学系客席 港师赵晴德兰博士 最后有知识共享协会总装士张伟雄先生 好,说一下我们这次比赛有什么丰富的奖品 有MacBook,有iPad 亦都有使用Weber One平台的Discount 那么丰富的奖品 大家下年是不是都应该继续踊跃参加呢? 好,那今天我们有很丰富的 亦都有精彩的老师分享 那这次比赛我们是分个人组和分团体组的 那首先呢,帮我们分享呢 就是个人组的冠军 真宇童老师 他的得奖作品呢就是夏天 好,有请真老师为我们分享 嘿,你好 喂,OK 那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那你会见到他这个主题是夏天 你好,那这个设计呢 就是给一些幼稚园K2的小朋友的 那这本书里面呢 我就希望他能够透过这本书去学习到 主要是学习中文的 那就希望能够给他认识到夏天的一些气候特征 和一些服饰 也都能够认读到夏天这个字的 那可以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你会见到第一板呢 其实就会是一个引入动机的部分 那这里他就会 问小朋友提起夏天 你会想起些什么呀 那这个 那这个 叶塑就设计了是能够给他们 用一个滑画的途径 或者是录音的 那就能够去帮助到一些不同的小朋友 以一个多元的方法去表达了 那过了一个引入动机 也都给老师知道了这个 大概小朋友的 而有知识之后 就会开始教书的部分 那首先会展示一张图片出来的 那就会问一下那些小朋友 你在这张图片里面 看到些什么呀 为什么呀 那这个 我们选择的答案可能会是 他在买寒 他觉得很热 那其实 对了 那就想引导回小朋友 一个重点就是 夏天的天气是热的 然后再说到下面 你就会 叫小朋友去留意一下 原来夏天的人 是穿着一些短袖衣 短袖褲的 那这里也有说一个小小的重点 就是夏天会穿一些短袖的衣服 然后再去到下一版 就看到一个下雨的情景 那就会问小朋友 你们看到那些人拿着什么呀 为什么呢 那就去介绍原来 夏天是比较多雨 多雷暴的 那所以很多人都要担遮了 那简单地介绍了一些夏天的一些气候特征 和一些衣服之后 我们就会跟他去说夏天这个字的 那小朋友 你们都知道他是比较难去记忆一些很深的字 所以我们也都会想用一个形象法 去帮他们去帮他们记忆 那就好像夏天这个夏字巾 就好像一个小男孩 坐在一把太阳傘下面 就好像这个夏天这个位 那这边也都运用了Rainbow One 里面有很好的一个笔画 可以立刻演示出来 那就能够给小朋友更加好 这样去认识这个字 那同时这个聆听的小提示 其实就是会给小朋友 去听回这个字的意思 怎样形象化 这样去记忆 那它里面的内容 就是会说回 我刚刚说过的 就好像一个小男孩 坐在一把太阳傘下面 那就是上面这一片 然后翘脚坐在下面的一个位 那这里也会给他听回这个字 怎样读的 是 是 那跟夏一样 这个天也是一样的部分 就好像一个 有个云在上面 那就最上面一滑 然后就是一个大字棋的人 那介绍完这个夏天的字词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评估 那就是给小朋友去选回 夏天的天气是热还是冷的呢 那它除了可以看这个图片和字之外 其实也可以听回这个录音的 夏天天气热 那你会听到其实这个录音就是会说回答案出来 就是给一些可能能力高的小朋友 可能只看图看字都懂 但是如果可能有些能力弱一点的都能够通过听觉 去帮助他们判断到是热还是冷 那这部分也是一样的 那妈妈就题目转了做夏天是多雨还是小雨 然后就会有一个故事的环节 那这里妈妈就会跟小美说 小美夏天到了 将一些长袖的衣服收起来 那就通过一个故事的环节 就去给小朋友去帮助小美完成这个任务 那这个录音就是小美会跟小朋友说 麻烦你们帮我把夏天的衣服放进去衣柜里面 那小朋友就可以在这里拖拉一些衣服进去 那这个放大镜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示位来的 就是给小朋友知道夏天是会穿一个短袖的衣服 那这边也都有一个小小的考试 就是你会看到一些长袖的那些呢 我是选了一些没有,是有背景的 那另外一些短袖,就是正确的答案呢 就反而是没有背景的 那就通过一个比较小小有些突压的方法 去帮他们去判断啦,其实都是 那之后去到后面呢 就会有一个拍照的环节啦 因为如果用到这个电子书 那其实可能好像之前那样 就是疫情很严重啊 就是小朋友可能是不能够和这个 不能够回到幼稚园的 那如果他在家里的话呢 都希望增加多些互动啦 那就给他拍张照 就叫他,你最喜欢哪一件短袖衣啊 那就可以拍张照给老师知道 同时其实也都在评估 他到底分不分辨到哪一些衣服是短袖的 那这边也是一个小小的创作环节啦 因为小朋友其实都不可以一直听我们讲话 讲很久的嘛 那就有一个比较动手做的环节 那就叫他自己去设计一个衣服 那这边就有小小 sample 可以给他看回的 就给他有多些的参与感 那去到最后也都会有一个评估的环节啦 那这边就也都运用了Rainbow One 里面的一个功能 那他这里呢就可以听这个字典读 夏天 然后跟这个按这个录音键 去给小朋友去读出来 那其实读的时候 然后Rainbow One 这个功能 也是有能够给我们分辨到 到底那个小朋友读得对不对啦 那就是给他去读回这个夏天的字 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游戏 就是一些字词的触迷藏 那这个想法呢 就是你要在这张图里面 去认回这个字在哪里 那这张图就很简单的 就是这里啦 那你会看到其实这个 是可以移动的 那就通过一些小游戏 给他们去 以一个玩的方法去学习啦 那来到这个难点的部分呢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三个字位的 那小朋友就要去移走上面的东西 去找一下到底哪一个字才是对的 那我当中其实也是找了一些很相似的字啦 那如果他们乱按按呢 其实是比较难去按中的答案的 那这边也都是 就是让他们选择一个夏天的图片啦 那这个小提示呢 就是会读回这个图片的字的 春天 那这个是春天 那这个是夏天 那如果聪明的小朋友 自己选择啦 如果可能真的要听一听的话 那其实你听回都知道哪一个是答案来的 那这个一样啦 就是一个连线的小评估 那这边一样啦 都是通过这个长袖短袖 给他分辨一下这个夏天 和冬天应该穿什么衣服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小提示 放大镜是提示 那就让他选择 哦!原来夏天是短袖 冬天是长袖 那这个就是这一本书的内容 那这本书呢 其实当初是想着 一些幼稚园疫情的时候 那可能未能够给小朋友 和老师面对面这样去 进行互动啦 那所以都是希望有一些 多些互动性 就是连线啊 录音啊 影照啊 去运用到这些功能 去帮助到他们 即使在家里 都能够促进到他们的学习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 好多谢真老师的分享啦 哇!我见到很多 Wing for One好互动的功能 其实真老师都有放在教材里面 是的 只可以用别出心才四个字 去形容啦 那再次恭喜真老师 你拿到我们个人组的冠军的 好!那下一位老师呢 就是陈家乐老师 那他就拿了个人组的亚军 那他得奖作品的主题呢 叫做八个主要方向 那就交给陈老师呢 去介绍一下他的作品啦 大家好我是陈家乐老师 好开心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设计的这个课件 而这个课件的课题呢 就是四年级数学的八个主要方向 那首先呢 我会在第一页那里 就展示一下学习目标的 包括是知识上的认识 东北 东南 西南 和西北 和技能上呢 就是更精准地去描述 物件间的位置的 那完之后呢 我会和学生去重问一下 东南西北这四个字的书写的 那因为在日上的课页 和去到考试的时候呢 这些字呢 是属于重要字眼来的 那如果你写错字的话呢 就会当作答错了 那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练习的必要啦 那字旁边的读音啦 左手边的笔信啦 和右手边的字贴体啦 和它又可以重写等等 这些呢 都是可以帮到学生的 那接着呢 我会用到这个小游戏点重重呢 来巩固回的 那最主要就是测试它 对于那个字的书写 是对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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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呢 我就会用一个投票的功能啦 那其实是最主要想引起那个课题的 因为其实它 无论它是选北方也好 西方也好 其实都是不够去精准的去描述 那个页片的那个位置的 那接着呢 我就会去重点去和学生 介绍这八个的主要方向啦 那之后呢 我就会用一个拖放呢 来做一个评估的 那学生同时都可以用回 右上角的这个提示呢 回到图先 我们教那个八个主要方向 那之后呢 我就会讲下 在地图上的应用啦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都会用这个 选择题啦 来做一个评估的 那学生都可以用回地图下面的这个 这个小金郎呢 去看回 图先学的八个主要方向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就会用到讨论的这个功能呢 来探讨一下 当 什么 在什么 哪一方 这一类的问题的 那其实呢 这一类的问题呢 在他们二连班学这个 这个四个主要方向的时候呢 其实都已经接触过了 那我就想透过他们讨论的内容呢 去同学生去澄清 或者去指导回 他们的 那接着我都会用回这个 这个选择题啦 和一个填充题呢 来做回一个评估的 那最后来到总结啦 那我觉得除了我们说回 我们刚刚所学的 一些知识 或者技能之外呢 那我觉得态度都很重要的 那我就想透过这个课题去 去带出回 那譬如是 我们做人要有方向 不要迷失 等等 那接着呢 最后有一个附加的 就是一个英国国旗 就是我们所谓的米字旗的 一个货外知识 那这个货件呢 那我就用了很多 Rainbow One 里面的一些功能 那其实里面的图呢 其实我也用回 Rainbow One 所提供的 那所以呢 Rainbow One 是可以令到 这个货件设计得更加好 亦更加有互动性的 那希望有机会 再和大家分享呢 再见 好 多谢了陈老师的分享 我看到其实他的教材 都是很丰富的 有游戏 也都会有一些投票 甚至其实都很多评估 和支援学生的部分 那再次恭喜陈老师 拿到我们个人组的亚军 那去到团体组了 那冠阿贵就出炉了 那团体组的冠军呢 就是属于保良局陈丽玲 八周年学校 那而得奖的老师团队呢 就是包括宣慧老师 陈美盈老师 赵凤怡老师 和賴丽玲老师 的 好 真的很开心 他们可以拿到冠军 而他们的得奖作品的主题呢 就是电的故事 好 那以下时间呢 就交给保良局陈丽玲的老师 去分享了 各位大家好 是的 大家五安 那在这里和大家说 真不好意思先 是的 那相信呢 很多学校都转了全日制 是的 那我们的时间都难些去遮 是的 那没有办法呢 就亲身 现身在这个分享会那里 和大家分享这本书 是的 那不要紧了 那我们呢 也拍一段视频呢 也分享一下我们呢 这个得奖的书 电子书 那我们的团队有 赵凤怡老师 是的 我啦 我是孙伟老师 我身边那位是陈美盈老师 是的 还有賴丽玲老师 是的 那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设计这本书呢 是的 的课堂的一些设计 是的 那我们主要是一个常识科里面 去运用这本书 那我们的主题 是的 那跟我们这本书的名字是一样的 叫电的故事 是的 那主要呢 我们就给中一至中三的同学去用 那我们学校的程度 是的 学生的程度是中度至障的 好 那看一下 那我们呢 其实整个这个教计 我们分了做三个课堂 课堂一二三 是的 那我们这本书呢 就会应用在这个课堂二里面 是的 主要都会应用在课堂二里面 那同工呢 可能用我们这本书的时候 是的 那也可以参考这个教计 是的 可以去看课堂一 我们一些前设 我们之前会和学生做了些什么实验 然后课堂三的时候 我们又会和他们去讲解些什么 那连贯整个主题 那我们这个很简单去介绍一下 是的 那我们呢 这个课堂课堂二里面 那我们会主要都会用到 Rainbow Star 是的 这本电子书 那首先我们会和同学生 回顾一下 一些不同的学习内容 是的 那也都会利用一个情景 来作一个引入的 是的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可能一些智障的小朋友 有时候其实你和他们说一些 比较抽象的事物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说很难理解的 那所以我们也会用一些情景 他们日常生活 会遇到的一些情景 作为一些引入 让他们可以连结到这件事 是的 那都知道发生着什么事 好 接着回顾完之后 和引入完之后 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活动一 是的 活动一就会动手去组装一些 手提吸塵机的 那之后活动二 我们也会有一个公平测试 是的 那去探究一下 腺液大小 对手提吸塵机的吸力的影响 那到最后我们就会总结 以及作一些下课的预告 好 那事不宜遲 我们先看看我们电子书的设计 是的 那我们的手提吸塵机 那这个电子书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会和同学们去讲解一下 我们整个课堂的流程 让他们知道 我们这一课要做什么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情景 那我们设计的情景就是 我们学校其实有善后清洁的时间 那在这个善后清洁的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想买一些电器去提高这个清洁的效能 不知道同工的学校呢 同学们在善后做清洁的时候 会用什么工具呢 那我们学校主要用 数把垃圾铲 是的 还有地拖 是的 抹布之类的 是的 那我们就希望呢 那我们就希望呢 可以提高到效率 那给同学们想想 那也都和他们进行一个回顾 了解一下吸塵机的原理 那我们这里呢 也做了一个小练习 让他们呢 可以知道 啊 他的空气的流动是怎么样 那从而了解一下吸塵机的原理 啊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了 之后呢 我们就有动手组装这个手提吸塵机 是的 那我们呢 会分成两组的同学 那每个同学呢 其实都会有自己的工作 那在我们学校来说 是的 那我们班房里面 其实同学的差异都比较大 那所以其实我们都简单的 那将同学仔分成 就是分了两组之后 每组里面其实都会分成 每人做不同的纲位 我们叫做数字头的一个分组 是的 那例如同学一 可能是能力比较高一点的同学仔 他负责就是带领着整组人 那他负责去阅读一些 步骤提示卡 是的 提示一下同学仔怎么去组装 那同学二 那可能是中能力的同学仔 那他会负责呢 帮忙去组装这个手提吸塵机的 那到最后 那同学三 可能呢 能力就是需要改善 是的 或者需要有进步的空间的同学仔 是的 那他就负责呢 帮忙去找一些材料 以及检视一下一些组装的步骤 那也会和同学仔 我们会介绍一些材料的 那同工呢 用我们本书的时候 那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可能用之前 也要预备一些材料给同学仔 好了 接着呢 我将时间交给陈老师 去讲解一下 我们之后这个电子孙 如何教同学仔 去组装这个 手提吸塵机 正如呢 刚才孙上所说 我们呢 同学仔呢 会分了三个不同的能力 那首先 同学一呢 就是一个比较能力的 那他呢 通常就会做一个小领袖的角色 去提一些提示卡 那有时候 可能同学仔的字都一样 不太会字的 不太会看字的时候 其实呢 Wingbo Star电子书呢 都很帮助他 因为呢 除了字之外呢 其实有一个声音的 讲解在这里 就好像这个这样 或者要练一练 那我简单都讲一下呢 这个呢 就是会有一个声音 会读回这个句子出来 让些就算不是很聪明的同学 找出吸塵机底部 及马达连电磁盒 好了 跟着呢 我们刚才说了第二个同学仔 是比较中能力的同学仔 动手租 所以呢 我们呢 都有一个片段 去给同学仔 去跟着他做的 有时候可能第一次不够 那我们可以回头 再看第二次第三次 直至呢 去组装的部分完成 那至于呢 刚才同学生呢 就可能能力上 未必是很聪明的同学仔 但是呢 他都会一样参与我们的课堂 那所以呢 他就会帮忙拿一些材料呢 去做一些贡献 那他拿完材料之后 我拿了啦 就可以呢 给他了 再拿了 再给他了 就是这样的 那不同的同学仔 分工底下呢 就完成了我们一个 吸塵机的步骤啦 那做完这个吸塵机之后呢 呢 我们呢 就可以拍照啦 那透过拍照的功能呢 同学仔都可以拍下 他们做了出来的作品 那这个呢 在这个部分里面呢 同学仔都很高兴啦 也都很开心 他们的作品呢 可以在电子书上面出现啦 就是这样的 好了 接着呢 我们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制作了一个吸塵机之后呢 都会做一些公平测试的 在公平测试的 在公平测试里面呢 我们呢 都提供了一些科学探教 给同学仔想想 那就研究一下呢 两组的吸塵机呢 制作上有什么不同呢 那就可以将这些答案呢 放回去 做一个小的练习 那同学仔呢 就可以自己去做啦 拉来之后呢 可以提交答案啦 对啦 接着呢 我们呢 就利用了 永宝大约很好的东西呢 就是它有间尺这个功能 它呢 就可以放上去 就很容易 知道不同线叶的大小 那同学仔呢 都可以在当中 做一些的比较啦 做一个科学化的研究啦 好了 接着呢 下一页呢 就去到公平测试 一个科学探究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们要估计 他们要假设 他们要认识 善业的大小 以及吸力之间的关系 而这一样东西呢 亦都是我们这个课堂里面 想学生自己去得到的 是的 那可能呢 同学仔呢 有时都需要一些提示的 那我们呢 就会有一个放大镜 提示 同学仔呢 去想一想 他的假设应该是什么啦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 说一说 我们一个公平测试的设计啦 首先呢 就是呢 哦 原来呢 刚才多远了 就发现呢 善业的大小有不同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想求证一下 那到底呢 善业的大和小呢 对于他的吸力的影响 好了 接着呢 所以呢 我们就做了第二个测试了 第二个测试呢 就是呢 试一下呢 不同善业的大小 接着呢 开动吸声器之后呢 再沿着这个路轨呢 去看看呢 什么时候呢 可以吸到这张纸巾的呢 是的 接着呢 吸到的时候呢 就停了 那所以呢 我们做完之后呢 就可以引导同学去想想 哦 原来呢 刚才我们做完的测试了 那到底呢 哪一个吸声器呢 是快点去到 碰到那个纸巾呢 那就是另一个 问法就是 哪一个呢 距离中点比较远呢 接着呢 再去看一看 那个吸声器的善业 是属于大的善业 还是小的善业 是的 那我们呢 都为了 同学们给一些互动 所以呢 都提供了一个 AMC的选项 给同学们去选择的 好了 接着呢 我们最后得到 很想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原来呢 善业的大小 以及吸力 是有正的比例的 就是说 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线液越大的时候 吸力力都越大 好了 所以我们呢 就可以让同学们 由观察开始 跟着去到 假设 跟着做一些实验 跟着做一些实验 最后呢 做一些分析 和最后就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透过这个 Wingbo Star的电子书 一步一步地 去引导同学们 去做到一个科学化的实验 最后呢 这个Wingbo Star的电子书 大致上来到这里 就差不多去完结了 而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大致上都来到这里 很希望呢 各位同工都可以 做多些不同的电子书 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 让学生有更多的得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那多谢宝梁古 陈利零八周年 学校的团队 为我们去分享 这个有趣的电子教材 想向大家介绍 我们团体组的亚军 就是属于中华基督教会 基讯学校 而他们的团队 就包括李建源老师 吴瑞盈老师 郭文桓老师 黄晴山老师 他们的得奖作品 就是个位和十位 好 以下时间就交给 这个基讯学校团队的老师分享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是中华基督教会基讯学校的老师 李建源 我是伍瑞盈 好了 今天很多谢知识共享协会 邀请我们 就算我们在2021至2022年度 融合电子学长的作品 是做一些分享的 也想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因为各位同工都在准备 全日的复课 我们也有些同事进修 所以很抱歉 今天是以录影的形式 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去分享我们的作品 我们的作品 的题目是个位和十位 我们的课题是个位和十位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本电子书 去成为我们的课题 首先 第一就是因为 配合我们过往一列 数学科的教学 我们的校本课程 都是有涉及个位和十位的教学 所以我们的老师 都透过共同地科 一起来谈谈 究竟可以怎么支援 我们的学生去学习 这个抽象的课题 所以我们就制作这个课题的电子书 这个课题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同学要掌握了个位和十位的概念 他们才能做到两位数加法 也会影响到他们之后的数学能力发展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课题 去做我们的电子书的题目 接下来我会讲一下这个课题 更加重要的是 相信同工都试过教这个课题的时候 都会发现这个课题 是很难去教给学生的 因为同学们很难分清楚 个位的数字 和个位十位的数字 和位值之间的分别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课题 去做我们电子书的题目 接下来我会讲一下 这个课题 也会发现其他课题上的教育困难 在学校层面 如果有用Rainbow One的同工都会发现 其实平台上 本身是没有一本和个位和十位有关的电子书 老师工作量又很繁重 其实如果我们要用一些统一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已经准备好的资源 可以怎么做呢 尤其是在支援特殊学习需要的同学方面 我们很多时候 老师都很难去抽身 去花这么多时间预备这些教材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制作这本电子书 都和业界和其他同工分享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在教学层面上 很多时候在这个课题的教学上面 都是用纸笔去完成的 对于一些书写能力比较弱的同学 其实都不利他们学习 他们可能会失去学习的动机 所以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个电子书 去帮助同学去学习这个课题 数学学习层面方面 其实部分数学概念 教育的同学去理解这些抽象课题的时候 都要花很多的努力去学习这个课题 所以我们都想透过一些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方法 透过这本电子书 去帮助SCN的同学去了解这个课题的概念 最后在课题教学上 传统的课堂上 去教各位和十位这个课题 教学习要预备很多教具 预备很多数条数粒这些实物教具 一方面这些教具 虽然可以帮助同学去理解 这些个位十位数位的概念 但是同时也造成了 课堂管理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就希望 电子书可以帮助老师 减轻这方面的 一些课堂管理上的困难 让他们可以更加顺利地完成他们的教学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 我们的电子书里面 考虑了以下的设计 一些我们的原则 帮助老师进行课题的教学 第一是互动游戏 透过一些游戏 去提升同学的动机 第二就是生活的例子 我们用实物来取代老师 电子书里面的一些实物的例子 去取代过往课堂上用的数粒 帮助同学更加容易理解 和掌握这个课题 第三就是在电子书里面 加入一些提示 帮助一些数学理解 能力稍弱的同学 去取代了解这个课题 第四就是多元的评估方法 和课页调色 透过多元的评估方法 去测试 同学究竟是否对这个课题 有所认识 亦都用一些特别的评估方法 减低书写 还有课页调色方面 就帮助一些同学 去帮他们完成这些题目 亦都帮他们 帮一些聰明的同学 对课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以及透过合作学习的活动 去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 接着我会交给五老师 去帮我们讲一下电子书里面 一些内容上 如何帮助我们的同学 学习去学习这个课题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我们电子书里面 加入了什么内容 让同学们更容易去学习 首先就是我们会有互动游戏 在一开始的引入 我们会加一些小游戏 就像这个鲁金鱼那样 帮助学生去直观去分辨 一些两位数和个位数的数字 去帮他们巩固已有的知识 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加入一些生活化的例子 因为日常中 可能老师都会用数粒 帮学生去认识 十位和个位 不过因为我们的学生 都是一些轻道 有自己的学生 所以也想帮他们 用一些生活化的例子去学习 令他们有更具体的感觉 去认识数字和数值之间的关系 就像一般来说 我们会用数粒去学习个位和十位 而我们就会用饼干 或者面包去告诉他们 一袋或者一包面包 等于十块或者十个 就代表是十位的数值 而一块饼干 就代表一块的数值去帮他们学习 另外我们也会加入提示 例如这个小錦囊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颜色 去强调个位和十位的数值 帮助学生去分辨个位和十位 另外我们也会透过公序分析和视角提示 减轻学生的认知负荷 帮助他们了解位值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看公序分析的过程 我们会用不同的步骤 去教他们个位和十位的概念 就是25 其实不是2和5 而是20加5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多元评估的方式 因为也考虑到有些同学 或者书写会慢一点的速度 或者不懂书写的 我们也会用录音和数字输入的方式 减轻他们书写的工作 也可以透过这些回应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学习的进度 另外我们也有课业的调色 例如如果我们有些学生 可能有不同组别的学生 能力高一点的学生 就可以利用挑战题的跳跃方式 去做多一点的题目 或者深一点的题目 而其他同学就可以 继续完成本身的一页 减少课堂轮后的时间 最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合作的活动 可以看看我们的例子 我们在学位和10位的时候 会有一些分组的活动 分组的活动有不同的角色 例如讀出两位数 或者用实物去表达不同的数值 另外也会用到电子书拍照的功能 令到他们可以透过拍照去作答 也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 因为他们有时候 也不太会跟别人溝通 所以可以透过合作的活动 也可以加强他们之间的互动 和交流 刚刚就是我们 就着我们这个 各位和10位这本电子书作品的 一个简单的分享 如果你是同工 都想去看看 究竟我们这本电子书 是怎样 是帮助同学 去更加了解各位和10位的概念 的话 同工可以去Wingboowen的书店 去找我们这本电子书 再去看看 也多欢迎 给我们一些意见 令我们做得更加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各位 多谢基信学校团队老师精心设计的分享 接下来就想介绍 我们团体组的贵军 就是将军奥培治学校 而他们团队的老师 就包括 许伟隆老师 何仲义老师 劳东阳老师 和苏文俊老师 他们的主题就是中国心 以下时间就交给培治学校团队了 大家好 我是将军奥培治学校的劳东阳老师 好多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可以给个机会我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制作电子书的心得 在分享心得之前 首先让我分享画面 稍等一下 好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是一所中度智障学童的学校 我们有部分能力较高的学生 是可以阅读到简单的文章 或者简单的句子 而对平板电脑也有基本的操作能力 这些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学校和学生的资料 接着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制作的电子书 中国心 我们希望藉着这本的电子书 是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国民身份认同 认识祖国和我们香港 同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归属感 希望学生能够尊重和欣赏我们的祖国 我们在电子书的设计上 我们重点考虑到我们学生的能力 考虑到学生的学习难点 针对学生的学习难点 而去设计的这本电子书 我们也要考虑到究竟我们要运用电子书 哪些功能来让学生去学习使用呢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想去设计的 刚刚也说到学习难点 我们也知道中度智障的学生 一般他们的记忆力都比较弱 很多时候都需要较长时间去学习 以及需要反复地学习 这样才可以巩固他们的知识 就着这个学习难点 电子书就可以帮得到学生去学习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电子书是具有重复示范的功能 我们可以将教学的内容 透过电子书呈现给学生 让学生可以不断地重复反复去练习 从而增加和巩固他们的记忆 除此之外 我们也设计了一些金句 以一些比较容易上口的句子 让学生可以重复去聆听 以及去朗读 协助学生加强记忆 就好像现在大家看到画面 这一边有金句 点击这些金句字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功能 就是读字的功能 有个电脑音 可以读这些字出来 让学生重复聆听去温习 另一个学习难点 就是中度智障学生 一般都比较少外出的机会 他们比较欠缺生活经验 加上近年疫情的关系 学校也未能提供境外考察和参观的机会 令学生难以对祖国加深认识和了解 有见及此 我们就运用了电子书里面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多媒体的播放功能 我们就加入了一些和祖国有关的教学短片 就好像现在大家眼看到的 在前面螢幕上显示的万里长城的航拍影片 就可以让学生可以从多感观的刺激中去学习 并且弥补到学生未能外出考察和参观这个问题 第三个我们需要去想设计的学习难点就是 在我们一直去尝试运用电子书进行教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学生除了理解力比较弱之外 有部分的学生在使用电子书的时候 就未能够很精准很准确地去进行到一个点击或者拖拉的动作 因此我们就设计了在这个练习题上 我们就设计到一些图片选择题为主 令到学生比较容易去理解问题的意思 此外我们也将一个案件的大小 设计到配合学生的操作能力 这样就可以方便到学生去进行作答 就好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选择题 我们也将选项放到佔据这个版面很多的蝙蝠 令到学生能够容易去点击这个选项 这个案件的大小设计 我们也要考量去看学生不同的能力 来给学生进行一个选择 能力较弱的我们可以设计到比较大一点 能力手机较弱的可以给他用这些比较大一点的选择面积 但如果你说能力较好一点的 那我们就可以给一些比较小一点 让他们可以精准一点的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了 最后一个学习的难点 就是中度智障学童普遍都是欠缺了自我检视的习惯和耐性的能力 以至他们未能清楚了解自己的学习表现 而且学生的沟通表达和汇报的能力也相对比较弱 未能有效地向他人作出有条理的自评 所以我们也在我们设计的电子书中加入了自评部分 让学生有一个自评的机会 学生可以用到教具体的星星 这里大家看到的五颗星星去表示 这样来量化他们自己的学习表现 同时学生也可以依据电子书的提示 有序地向其他同学进行一个回报 就像这个 你的学习表现是如何 他就有一个自己的自评 然后他也可以欣赏不同的同学 例如我欣赏A同学 你会给他多少颗星 他也可以跟同学说 我觉得你今天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会给五颗星这位同学 提升学生的自我检视 耐性的能力 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 所以电子书既可以给学生 有一个检视自己课堂表现的机会 同时也可以向别人表达他自己个人想法的机会 那到总结的部分 在设计电子书的时候 我们需要以学生为中心 确定学生的学习目标 而在教学方面 我们也需要考量学生的学习难点 协助和配合学生的学习需要 以不同的学习模式 让学生进行学习 另外我们也可以给学生有一个自评的机会 让学生可以在自评当中了解自己 学习欣赏同学 这样就可以增加到我们私生的互动 和新生的互动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的机会 从而达至学教评一体化 以上就是我们制作这本电子书 中国心 所面对的一些学习难点 和一些制作心得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 多谢陪志学校老师团队的分享 今天我们所有的作品 都会放在我们书店 有一个叫做融合电子教学奖 得奖作品分享的位置 老师只要你按进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不同的介绍 然后按一按左手边有一个叫做得奖作品 今天所有个人组别和团体组别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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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只要老师按下去 也可以下载作品 也可以进行编辑或者上方使用 或者进行修改都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今天的分享会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